这就是中国足球业余比赛疯狂群殴动作都是限制级就在中国球迷,对日本队在世界杯上表现责责称赞,对中国足球非常失望的时候,中国足球业余比赛又发生了一件,令中国球迷寒心的事情。 据长州当地论坛网友爆料,长州业余足球比赛,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,两队球员似乎参加的并不是足球赛,而是拳击赛,据悉这场比赛是江苏省城市假日联赛男子八人制比赛长州赛区,对阵双方为长州天山石化红队,与长州现代新青年蓝队比赛中,蓝队球员被侵犯后,场下的队友推荡了红队球员。 这引发了双方大规模的冲突,两队球员大打出手,场面十分的混乱,像是在擂台上搞拳击。 目前,赛事组委会江苏省体育赛馆协会,目前已经将相关情况上报江苏省足协,江苏省足协将会进行调查处理这件恶性事件。 中国业余联赛经常有暴力冲突事件发生,球迷无奈地表示,打架就打架,干嘛非要踢球热身呢? 还有人遗憾地说,比比国内和日本的足球氛围,进不了世界杯还是有道理的。 还有球迷调侃,好好的拳击赛,干嘛跟足球扯上关系,有半毛钱关系,你看这左勾拳又格挡的。 多专业,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拳击盛宴。 另外有人透露内情,蓝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,只是一帮孩子,红队是当地社会人事组的队伍,球场上踢不过就恶意犯规,导致发生大规模冲突,我们也不敢还手。